抱歉 Jonathan 坐下 坐下 然後等著 下面這位主人 準備給自己家狗子一個驚喜 或者說驚嚇 就是這個吸了能變聲的害氣了 讓我們一起去看看狗子小春的反應吧 這是餵 要是吃了 吃了 吃了 這麵 這麵 這個主人 十分之一 六小百分之一 零道 一口 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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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可以吃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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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我會不會有什麼 好 好 可以吃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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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說狗狗了 就連我都給嚇夢圈了 這什麼神奇的氣體啊 吸著口就能變聲 還有這種操作嗎 後期老師給我也變個聲唄 大家好我是聲音粗粗的語言 大家好我是聲音彆彆的語言 在蒼茫的大海上 匡風捲起的雨雲 雨雁像黑色的閃電 高傲的飛行 作為一個學霸 搞怪的時候都忍不住展示一下我這身後的文化比喻呢 同樣作為學霸 下面這位表現也是非常的強領哦 學習成績好 絕對不是偶然 當學渣在玩耍的時候 學霸在默默學習 當你在睡覺 學霸還是在默默學習 這就是你們的差距 孩子回頭看看吧 這就是你媽媽口中別人家的孩子 我媽媽也是別人口中的奇葩媽媽 把盆子扣在我背上 說想體驗一下養烏龜是什麼感覺 可是媽媽 你有想過我是什麼感覺嗎 當我一臉裝在玻璃上的時候 我媽媽還在外邊哈哈大笑 並迅速拍下了照片 讓我說什麼好呢 爸爸能把照片刪掉嗎 我用一個玩具來跟你交換 似乎全天下的爸媽都喜歡拍照 這是在我生日那一天 我爸爸拍的最好的一張照片 當我美美的時候不拍 偏偏要拍我摔倒在地的那一刻 孩子真希望你能健康成長 好好珍惜你的童年 因為長大以後就再也體驗不到了 姑娘非要做嬰兒儀 說自己還是一個小寶寶 我是不會救你出來的 想出來就自己打電話救援吧 姑娘啊 裝嫩是要付出代價的 你以為自己還是柔軟的小寶寶嗎 柔軟並不是小寶寶的專利 你看我在公交車上的睡姿就很高難度 經常讓人誤以為我是瑜伽教練 想做到我這樣並不難 只需要你日復一日地睡覺 請大家睡覺的時候一定要看準地方 昨晚的派對都結束了 你們倆還睡在這裡 睡什麼睡起來 打開家門還以為派對是在我家舉行的呢 簡直是一片狼藉 旺材 你不用無辜的眼神看著我 不把這件事情給我解釋清楚 我跟你沒完 剛剛發生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變成這樣了 對 有時候狗發脾氣 真不能怪狗 自拍自拍 你無時無刻不再自拍 哪天我脾氣一上來 就把你手機都給咬掉 有話好好說 肚子餓了就給你吃的 千萬別咬我手機 說好的食物呢 就算你把碗裡的東西全部給我 都不給我塞牙瘋的 旺材你別盯著我手上的食物了好嗎 我就只剩這麼一點了 帶著我家狗狗出去散步 他不管看見誰都是一副驚訝的表情 你膽子有我那麼小嗎 你弄啥了呀 我可不認識你 再靠近我就叫了啊 剛出門就想把你帶回家 感覺好丟臉的樣子 好羨慕那些還能出門的朋友 我胖成這樣就只能天天坐在家裡了 讓我靜靜地思考貓聲吧 貓咪你天天這麼坐著也不是個事啊 體中跟飲食有很大的關係 像我天天吃香蕉配腐乳 你們覺得我有可能長胖嗎 現在都瘦成一根柴了 這麼下去不行 我一定要改善飲食 明天香蕉配老乾媽吧 我聽說烏龜跟方便麵更配 所以我每次在辦公室吃泡麵的時候 就拿同事的寵烏龜給我壓背蓋 聽說烏龜可以活很長時間 但我同事的烏龜一般活不過一個月 和同事相處時一定要擦亮眼睛 和隊友相處時也一樣 我這次是沒法擦亮眼睛的 因為我眼睛都被他給打中了 發生了什麼 我只覺得眼前也黑 遇到這樣的隊友千萬不能生氣 所以我更改了自己的電腦壁紙 不罵人算了 不罵人算了 每次生氣的時候 我都會看著電腦冷靜一下 給你推薦一個好地方吧 只要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就會坐在吊椅上面 想把一切的煩惱都給甩出去 朋友我擔心你把自己給甩出去了 下班回家 剛把車停在車庫 就發現這麼驚悚的一幕 怎麼會有一個頭從下水道伸出來 這到底是誰搞的惡作劇 快點來個人扶我一把 現在腿還軟著呢 我真希望自己是葫蘆娃 只要我有一身本領 我根本就不會害怕了 大哥你犯起傻來 我們看著都害怕你 我怕你 葫蘆娃 葫蘆娃 一根藤上七朵花 風吹雨打 都不怕 聽過的 都老了 人一上年紀 這就愛講究情話 不是說白了 就是懷舊 有不少人呢 專門就靠這個掙錢 小的時候 玩過的鐵皮青蛙 現在淘寶上 買五十塊錢一隻 不過呢 這個好歹還是有實物的 最可恨的 就是淘寶上賣糊娃的 也不貴 一塊錢一個 買回來一打牌 包吻原是空的 店家告訴你 你買到的是黑眼神的六娃 這是個什麼形狀呀 哈曹 你來解釋一下唄 最小朋友圈 各位觀眾了 好爺們大家好 我就是 連神科懶腰 都是愛你們的形狀的 哈哈 歡迎收看今天的 最小朋友圈 喂 語言姐 要我說是什麼情況呢 那當然是 撞他了呀 你想想 會隱身耶 這能力有多厲害呀 就算沒得跑了 也沒有關係啊 一塊錢 你買得了吃虧 買得了上當嗎 一塊錢 你們什麼都買不到 一塊錢 你白得一個空盒子 算算怎麼都不虧 就算我們欄目傑哥 發朋友圈的 這個體驗 我就覺得他更大了 好吧 明晚十九點三十分 誰有空 一起去看張學友演唱會 我這裡有兩張 報紙 一人一張 跌在屁股下 往演唱會門口一坐 一起吹吹風 吹吹風 花生瓜子礦泉水 你們去那天 記得照顧我生意啊 傑哥 你能別這麼扣門嗎 勤勤客能死的 太讓我們失望了 怎麼能叫抠門呢 坐門口一樣也能聽啊 我好歹還聽過兩張報紙啊 老哥有票嗎 便宜賣了 我覺得傑哥這個計畫挺讚的 白聽歌神張學友唱歌呢 你們還不客氣 真是不服人家傑哥一番好意啊 傑哥 報紙留我一張好不好 我給你一塊兒去聽啊 我可是張學友的鐵粉 能聽到他的聲音 我就已經很滿意了 畢竟啊 我沒有歐陽公子那樣的面積 是吧 居然在電梯裡遇到我自己的 最崇拜的偶像 馬雲 哎呀 立馬在朋友圈裡開始宣揚了 你們 出差去北京辦事 聽說馬雲也在北京 我特地跑到他下他的酒店去了 結果電梯裡 我居然真的見到了我人生中 最崇拜的偶像 馬雲 他還主動和我交談起來 我這輩子永遠也忘不了 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 你是誰 這句話真是他有意義了 不愧是巔峰級別的成功人士 說得太好了 後來他是不是叫保安了 怎麼會呢 我後來就直接被他的保鏢 摁在地上了 說吧 你手上是不是拿什麼了 板斬什麼的 當時的情景下 這句話確實挺重要的 這個 咱們歐陽公子好歹也算是得償所願了 是吧 起碼這個馬雲主動搞他大話了 是不是 一般人哪有這樣的機會 畢竟那可是馬雲啊 一個 你只喝過他雞湯 從未見過其真人的存在呀 說到這 我就要為我們欄目的人生導師 那姐抱不平 同樣是給人家熬雞湯的 為啥馬雲都當上首富了 他還在給馬雲的淘寶 螞蟻花杯不斷地送錢呢 可能是這雞湯熬得還不夠 馬姐 在這朋友圈分享一些知識點吧 給大家分享一個超棒的知識點吧 早上大家是不是都起不來呢 經常是 鬧鐘響了之後 按了 想著再睡個幾分鐘 結果一看 呀一個小時過去了 最後遲到IP 睡的話 就趕快學起來吧 早上關了鬧鈴 千萬別閉眼 趕快吃命玩幾分鐘手機 防睡過頭 心色有效 原理就是 你自己無法戰勝惡魔 但更惡的惡魔可以 扎心了 娜姐 我馬上就去試 可拉倒吧 我早試過了 結果手機玩得停不下來 忘記時間 還是遲到了 就是啊 這個更惡的惡魔沒辦法解決呀 娜姐 你自己把我們往更惡的惡魔方向帶呀 不得不說 娜姐這個以毒攻毒的方法可能 確實有點用 但是玩手機這個更加厲害的毒 怎麼解決呀 估計只能祭出 玩電腦這個比玩手機更毒的毒來對付了 但是這樣就無窮無窮的呀 想想就可怕 是不是 我們還是來看點開心了吧 比如說風哥 求愛的意思 應該傻事了 我們來看看發生了什麼吧 周末跟表哥吃飯 我問表哥 嫂子這麼漂亮 你當初是怎麼追上的 表哥說 第一次見到你嫂子 我就不能自幫 當時我機智地掏出一百元 問是不是她掉的 她說不是 於是我說反正也找不到施主了 不如我們拿這錢看電影花掉 再然後我們就在一起了 我心想原來約會可以這樣 第二天我在街上看到一美女 我鼓氣勇氣掏出一百元 問美女 這錢是不是你掉的 結果美女回复到 是的 謝謝 然後把錢拿走了 就這樣走了 為什麼跟我想好的劇本不一樣 導演 去演員嗎 我也想試試 雖然我都結婚了 但是導演 我也願意配合你演一下的 該配合你演出的她眼視而不見 炸心腸 心疼的時候 就捏捏自己肥肥的肚子吧 哎呀 心疼風哥呀 你說你怎麼不拿個五塊十塊的先試試呢 上來就直接一百塊 直接虧大了吧 不過話說回來 其實這也不能管風哥 因為現在這女孩子 確實不好追 要求的都是老高了 我昨天和一妹子聊天的時候 就順便問了問 問完之後 我都誤了 不行你看我朋友圈 真是慶幸我已經有女朋友了 昨天跟朋友聊天 聊著聊著就說到找對象這事 我就順便問了問她 你以後想找個帥一點的男朋友 還是想找個有趣點的 她毫不猶豫地說 要找個帥的 然後我問她為什麼 她說帥本來就很有趣呀 有理有據令人幸福 我是無話可說了 無話可說 順便慶幸還好自己已經有女朋友了 瞬間感覺自己找到女朋友 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 感恩 已經有老婆的我表示 都要流下幸福的眼淚了 各位單身男同胞們 是不是已經無語凝顏了 不過這只是這個妹子的一家之言了 各位單身的朋友還是得繼續加油 不要放棄希望 畢竟單身的路還長著呢 太多玩笑 好了 咱們來看看今天的話題討論吧 今天我在微信群鳥裡發起的話題討論的題目是 你有沒有什麼迷之最怕的東西 或者事情 說到本仙女懼怕的東西 那當然是別人手機相冊裡面的自己了 畢竟這是還沒有施法過的東西對吧 我來說句實話吧 我最怕的就是朋友突然的關心 畢竟下一句可能不是借我多少多少錢好嗎 就是下個星期結婚一定要準備好禮金來參加這樣的話吧 我就跟大家不同了 我最怕的是看見自己的支付寶余額 說得好像你就不怕看見自己的儲蓄卡余額 信用卡余額 微信余額了一樣 我最怕的就是聽見指甲抓黑板的聲音了 簡直要崩潰了 別說了 我看見這幾個字我都快受不了了 每次不小心打開手機前置攝像頭的時候 我都怕看見自己 因為我怕我會愛上自己 閒置攝像頭的自己都能愛上的話 我真不敢想像 你要是看見美顏相機裡自己之後 會不會高興的瞬間暈過去 我最怕早上的鬧鐘 讓我與我至愛的貝子分離 畢竟我對貝子那是真愛啊 胡說我和貝子才是真愛 你一邊量過去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醉酒朋友圈的全部內容了 一年有365個日出 我送你366個祝福 為什麼呢 因為我比蔡國青老師大方一些 好了 各位老鐵下期再見了 墨菲丁瑞聽說過沒 知識點啊朋友們 拿筆記好了 愛德華墨菲他提過 如果你擔心什麼情況會發生 那麼他就更有可能發生了 俗稱 越怕什麼越來什麼 現在呢我就是傻也不怕 我就怕自己一夜暴富 越怕什麼越來什麼 一夜暴富 快來唄 好像也沒有什麼用啊 命運總是這麼的無情 一點小心思 全都被他給看穿了 其實呢我們每個人 都是與自身命運拔河的人 有些人呢比較狠 能拖著命運走 談一點的人吧 早就被命運給摔飛了 佩服自己啊總能從小故事裡面 看出大智慧 各位 你們也來看看拔河 看你們能參透什麼智慧吧 天才與其他 正常情況下我們是這樣拔河的 加油 拼的就是力量 而奇葩把河拼的却是脸 比赛刚开始 这位白衬衣男生就毫不犹豫 向对方发出了强烈的精神污染攻击 表情包大赛现在开始 这气氛山河的大嘴 这反出天气的白眼 毫无悬念表情歌所在队伍获胜 虽然我很怀疑对面的是不是笑书了 这种表情包拔河 笑死对手 使着失去战斗力的方法 哼问剑 在下心服口服 天才是这样停车的 走走走 到一旁 好样的 全自动智能倒车系统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停过后车了 而奇葩是这样停车的 哥们 你可以的 正好美顾酷 天才动物是这样吃东西 你别以为给我买这么多吃的 我就会原谅你 我是那么肤浅的鼠吗 我只是吃饱了才有力气生气 而奇葩动物却是真要吃东西的 大苗松嘴 你不能吃肉 不松 就不松 真凭本事偷的肉 凭什么药 真放开 这肉还没熟 熟了再给你吃 真肉熟了 早就没我的份了 你当我杀了他呀 别费尽心情抢真的肉了 正在肉在 肉往以往 懂得享受的猫咪是这样洗澡的 水温还可以调热一点 淋浴灾的开大一点 这位奴才 你洗澡的手法有点生疏啊 小心别把我顺滑的毛给洗滑了 而奇葩动物是这样对待洗澡的 终于洗完了吗 我先走一步了 狗大 你回来 身上的泡泡还没冲干净的呢 没事 没事 我甩一下就干净了 耶 出去玩喽 行吗 行吗 来呀